就在大型硬影车经过时 重机车撞上轿车 瞬间零件四散飞落 居民赶紧出了查看 但人呢 重机骑士怎么不见了 救护人员开车到场地 时间也在奇怪 地上怎么没有伤者 直到前面有人对救护人员招手 老板都回家回家 回家回家 回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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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竟然出现在四十公尺远的工程车上 再回头看看监视器瞬间 黄色工程车正巧经过事故现场 把被撞飞的骑士给接下来 如果是直接重衰在地 恐怕伤势会更严重 这是我们狱警分队手势接获 就是到现场没有找到患者 那也是还好有热心民众 立即指引我们 就去住那个找到患者这样 自小克要做左转弯 大型重机车是由南向北做执行 警方初步了解当时重机车执行 而轿车正要左转弯 双双闪避不及撞在一块 但到底是轿车没礼让执行车 还是重机车速过快酿货 警方还要调查理清 只是伤者摔飞在经过的工程车斗上 这么刚好也让经销单位 泽泽春旗 记者来关张杜云杰台南报道